冰島之旅第二集我們來到 Rikific的市中心 試試這間著名的海鮮餐廳 Sigrific 現在因為排長龍 所以我們現在沒有位置要等一會 這個就是禽獄 你看 1950 這個冰島幣 上面就是這個大士 1950冰島幣 還有三文魚 蝦很多 然後這個龍蝦湯 這個出名就是 1490冰島幣 還有一斤麵包 這個就是很出名的龍蝦湯 然後這個還有一斤麵包 這裡的龍蝦湯就是一口一口 好吃嗎?有沒有試過嗎? 什麼味道? 試一下就知道 試一下 我不是比我深圳中那麼濃 是 挺好吃 好味道 這種湯底有點像 應該是有個番茄 不是有番茄的湯底 可以吃得出來 但它是很大的龍蝦肉 真的 這個1500冰島幣 跟這個麵包 這個麵包也挺好吃的 很鬆軟 這個就是鯨魚扒 然後這個就是 那個帶子 那個帶子好像縮了水 好像縮了水 然後這個叫 鯪魚 看那些魚很香 蝦子 鯪魚肉 也都封了桌子 鯪魚排裡面有什麼樣子 你看 鯪魚熟 真的熟 好像有很多血水 有些不是血水 說多一次 是鯪魚 好像是不是生 好像很生 裡面很紅 也不算超級紅 因為 我想鯪魚肉應該會比較硬 少少 如果你 越穿越熟 我嘗嘗是不是做銀文 我嘗嘗夠小的 一排排都走 它點過醬 咖啡色的 它故意煮起來 對 我捧出來 好腥的味道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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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腥味 什麼味道 魚呀 魚的腥味 要加些胡椒粉 但是 那些醬汁呢 吃起來好像有些 像牛扒的 在吃牛扒 很聰明 有些菜 麵包可以吃 一些扒 吃完飯 這裡還有免費咖啡喝 自己針的 獨立包裝 正方形的糖 是法蘭球